你在想什么 一次次站在时间节点的最后一刻 你在想什么 演出即将开始时 你在想什么 当生活散落成一地 你在想什么 失去目的地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如果未来可以快点来 如果生活永远在别处 如果曾经选择的 是另一条路 世界是一个数据库 我们寻找自己的路径 开辟自己的领域 讲述自己的故事 建立自己的秩序 秩序构成了世界 但秩序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借口 不是通往昨天的单曲循环 浮于表面的未来 散落于梦与现实之间 看着镜中的自己 你在想什么 站得高 一定看得远吗 决定 都需要深思熟虑吗 肉身比灵魂更沉重吗 勇叹比沉默更感人吗 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排列 确实是打开自己的契机 绕过既定的秩序 打破秩序 推倒眼前的高墙 拥抱未来的自己 于是 告别童年 告别迷思 告别深夜 告别梦境 告别喧哗 在嘈杂中解救出另一个自己 告别捷径 在蜿蜒间 寻找到不一样的视角 不是用木桶的短板 限制自己 而是用最长的一片 去测量成长 探索 蜕变的空间 另一种 泄墓演出的方式 另一种触摸世界的维度 另一种度量现实的脚步 另一条回家的路 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张地图 发现情绪的色彩 定为人格的坐标 看见 心中的地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